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心 下面我们讲《大宝积经》当中的 《无量寿如来会》 大家都知道 这里已经很详细地讲了 阿弥陀佛因地的四十八大愿 还有佛陀告诉阿难尊者 整个极乐世界 七情世界的各种功德和庄严 我们听经的目的 就是大家要从根本上了解 这些极乐世界的 种种微妙的功德 这些功德让我们心里 会产生心乐 欢喜心和信心 这样以后 我们会认认真真地去修学 真的佛法是非常难得的 每时每刻都说 大家要有这样一种难得的心 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们经常也说佛法不仅仅是 自己得到就可以了 就是不能以这种态度 尤其是现在人论已经到二十一世纪 在这样特殊的社会当中 我们每个人要有 弘扬佛法的一种法心 利益众生的这种法心 这一点我认为 的确不可缺少的 弘法利益众生并不是因为 极个别的一些高僧大德 或者极个别的一些 真正有智慧的知识分子 学者 是他们的责任 不应该这样的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一份责任 可以说一方面 自己在有生之念当中 尽心尽力地去修行 这个对我们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没有好好修行的话 这个人身不可能 长期一直待着的 佛陀在《大庄严论经》 里面也说了 说是 人身如灯光 沾法不久停 人身就像灯光 可能三光一样 不会停留很长时间的 虽然得到人身 未垂不可报 虽然得到人身 但是这种身体 这种寿命 就极其地脆弱 不可能保持很长时间的 所以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 应该修学佛法确实很重要的 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 第二个重要的话 光是我们自己修学 天天都是想着这个 而这么好的佛法 没有想给其他众生分享的话 那也是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所以我也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可以说 虽然人很小 但是确实内心当中的一种护约 大家应该不要看着 那个上师来了 那个法师来了 才可以弘扬佛法 而我们这个地方就没办法 千万不要有这种 广望的态度 如果这样的话 恐怕很多地方在几十年 在二三十年当中 不可能专门有人来 到你的城市里面去 大量地弘扬佛法 而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想过 我当时想 我应该以后到汉地各个城市里面去 今天在这里讲课 明天在那里讲课 一定要把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佛法 但是这样的话 毕竟一两个人的力量 是积极地微不足道的 应该我们每一个人 在各个地方都有自觉心 就像各个地方有一堆灯火 在当地的黑暗可以遣除 在他所设计的 范围当中的黑暗可以遣除 我想尤其是现在出家人 全部都分身到各个地方去 本来也是现在出家人 越来越少 老的一些法师 已经实现圆寂了 年轻的这些法师 有些根本没有佛教的基本基础 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是 网络 电视 手机 各种各样的 烟花缭乱的外境太多了 而很多年轻人的心里 被外境所转移 而自己内心的修正 没有修正的话 你也不可能到各个地方 去讲经说法 即使你去讲经说法 可能只有一年两年 红一段时间 然后就没有了 因为一个人他自身没有一定的 修正能力和力量 再加上前世的因缘 恐怕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现在 还有一种办法 各个居士 自己都是应该用一种住之行事 用应该集团的方式来 学习佛法和弘扬佛法 这个是对当前来讲 最好的一种办法 所以我们希望各个地方 居士的团体 一定要在各地学佛的小组 应该建立起来 一定要把这个道场 当作一个真正的寺院一样来对待 我经常说过 比如说一个城市里面 把他的家作为 让别人闻思修行的话 实际上他的家 真正成了一个寺院 我们这个寺院的目的是什么呢 寺院的目的就是 在这里真正传达佛陀的精神 那这样的话 你在个人的家庭当中 如果能祈祷 不管是十个人 二十个人 或者两三个人 有多少人在那里学习 那么你的家 已经成了真正的寺院 修一座寺院 跟我们的家给别人暂时也好 长期用于 闻思修行道场用的话 那这个功德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 有财富的人应该出财地 有能力的人应该出能力 有知识的人应该出知识 因为现在的社会 人们经常也在说 现在的社会 主要是观 商 学 善者构成的 相当于是一个三教家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 这个社会结构是怎么样 什么意思呢 一个是官员 第二个是商人 第三个是学者 这三者的话 整个社会已经成为 主流的思想 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佛教既要对 官员的思想上应该传授 传授 还有对一些世间的商业界的 有些企业界的 这些人也需要懂得佛法 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学者 有一定知识的人要懂的 如果我们这三相 这三方面的人 又所了解佛法的一些道理的话 那么佛法有希望可以弘扬开来 而且我们现在弘扬佛法的方法 不像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 基本上都是一种非常零零散散的方式生活的 以前农民 他自己种庄稼 自己开始吃 好多的生活 并不是互相有关系和联络的 不会这样的 但现在的社会 完全是已经改变了 比如我们现在任何一个食品 首先在食品厂里面加工 加工以后 它拿到市场上 全部都是一串一串的一种集团 最后我们只有吃的时候 可能各人吃 但是除此之外全部都是 那么我们穿的衣服也好 我们用的产品也好 全部都是以这样的一种集团 或者说以组织形式的 在这样的时代当中 我认为佛教一定要随顺时代 如果没有随顺时代 被时代的人们会淘汰它的精神价值 所以在这样的佛教存在的 真正的标准或者它的力量 到底是以什么样的 人类的思想形式当中可以存留 这方面一定要大家去思索 在思索过后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各个地方 以学佛小组 不管是有多少人 大家都是一定要拥有住职形式 一定要用集团形式 有观灵化和 有人性化的一种操作来 开始进行修行 然后自己所得到的 我们也有不同的方式 最好是有一种住职形式来弘扬 这样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发心的人 需要方方面面的人 比如说表面上一个人开始打字 看看表面上打字的话 可能他自己认为 我到底算不算弘扬佛法 实际上我们现在任何一件事情 要弘扬的时候 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 比如说我今天讲一堂课 如果没有这么多发心人员 大家共同的传播 那么不可能那么多人听着的 这么多人听着的因缘 应该是依靠很多人的力量 正好之后才能可以 让人们得以接受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凡是参与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 我们可以说弘法离圣制 那么他们所得的功德 完全是一个人讲经说法也好 真实弘扬佛法的功德 是没有良样的 没有良样 所以每个人 我们佛教徒 极个别的经常欠缺 利他的发心 有些人虽然愿意发心 但是这种发心只是在出土露面 只有别人认可的情况下 我愿意 而在某某无闻地 自己该做的有些事情 不断地去造作 有些是比较在这方面 没有显得很有兴趣的 在这个时候我想 我们对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 真的是大乘佛教 是不可缺少的 每一个人不管是你的年龄 不管你有财富 没有财富 不管你有学问 没有学分 凡是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受过菩萨戒 学习大乘佛法的 那这样自己应该 有一些特长的范围当中去发心 那么发心 并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了 现在我觉得 情况应该是良好的 很多地方学习佛法 包括我们可前可后的一些念诵 大家都什么佛教方面的 很多道理都是比较明白 不是很迷信的 如果特别迷信的话 那么佛教不可能 存留于很长时间 为什么呢 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不符合真理 不符合人们真正的 正常思维的话 大家都觉得你这样的深深道道 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稀有 到了最后的时候 人们都会看不惯的 而我们做的是真正的 佛陀的伟大的慈悲和智慧的理念 那这样的话 人们也没办法推翻你的思想 求而求之的话 在这个世间当中很多人 原来无解的人 他会理解 原来稍微理解的人 他会完全明白 完全明白的人 最后都是完全通达 有很多人逐渐逐渐 会引入我们的大集团来 最后对整个世界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对世间 世界也是一个贡献 从出世间的角度来讲 对每一个人来讲 真的在轮回当中 非常的可怜 这些可怜的众生 哪怕是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种下一个善根 慢慢得以成熟的话 那这个功德也是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 和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 经常牢牢记住 这个佛法如意宝 我们怎么样 让它长期留在世间当中 依靠谁 依靠我们大家来维护 并不是说 你是堪布 你是活佛 你是某某出家人 其实这个出家人 现在确实是有个 以出家人的理念来弘扬 全部佛法有一定的困难 居士的话 我想也应该可以的 你看藏传佛教通常 中敦巴 阿底峡尊者最得利的弟子 萨迦五祖里面也有很多大师 是在家身份的 像汉地的话 以前也是像黄粮族 黎兵拉 郭延兴 好多的这些居士身份 他们对佛教 也是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尤其是 现在居士团体 各个地方都有 应该没有自私自利 不是依靠佛教 利用佛教来自己养活 或者利用佛教来 开始搞自己的世间法 那这样的话 不论是在家人 出家人 谁都是把佛教用自己的一些产品 为自己服务的话 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我觉得谁都是有资格修行 谁都是有资格弘扬这样的法 所以如今有很好的因缘和缘起 希望我们各个地方 不要全部都是依靠某某法师 或者某某管理人员 天天都是说 其实人到了一定的时候 应该有一种自动的运转 这是最好的一个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企业肯定是有一个人开窗 没有的话不可能的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老板可以到处地玩 企业自己可以运转 他可以自身养活很多的员工 这也是现在一般企业家的 基本的一种力量 所以我们佛教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建立道成 需要大家的共同 到了最后的时候 每个人应该有自知自明的这些人 对弘法力生有一定责任性的人 大家共同发心 那这样以后 我们佛教的力量 在各个地方可以遍地开花 这也是真正对众生有利的 唯一的一种方法 对自身来讲 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 下面我们讲《无量寿经》 讲哪里啊今天 应该念到这里吧 说这个 佛陀告诉阿难尊者 在这个极乐世界 不是昨天前面讲的有菩提树 如果有些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些众生见到了 上面所讲的这颗菩提心 听到了树声 包括铃铛 银螺 还有金树等等 这些始终传出一些微妙的声音 听到它的声音 还有菩提树发出来的妙香 如果修到它的妙香 然后能品尝到它的美味 身体接触到菩提树的光影 还有心里面念着 菩提树的这些功德等等 凡是我们有些译本当中 说是六根 在这里面讲的是五根 五根所住或者六根所住 也就是说 依靠菩提树 整个六根可以 以此因缘得到了种种的 其他有些经典里面 所讲的一样 得到三十七道品等等 无量无边的功德 乃至获得涅槃的功德 而且无根无有过患 心不散乱 而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大家都应该知道 世间当中的掩耳鼻舌 或者舌舌香味处 在外境的五预露场 实际上是 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 痛苦 还有各种 因为外在的世间 外在的对境 对我们始终带来了 许许多多的不快乐 不管是你听到的声音也好 修到的香味也好 或者是尝到的味道也好 很多的外境 对我们始终都是 带来不快乐的 在世间当中的确也有时 为什么好多人整天都是不快乐 闷闷不乐 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是自己内心当中 修正的力量很薄弱 第二个是 外境太恶作的 以这个原因的话 我们始终都是 处于一种不开心 忧愁 这样的状态当中 而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 依靠这些外境 让你相续当中的各种功德 真正日上 还有心也没有散乱了 始终都可以处于 一种禅定的境界当中 那么以此可以获得三妙三菩提 也可以说如来正等觉 不退转的这样的果位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不羡慕极乐世界呢 的确也是 一想到我们娑婆世界 种种的过患的时候 其实都会愿意 往生极乐世界 不管是有钱的人 有势力的人 有才华的人 有相貌端严的 什么样的人 真正从内心当中 快乐的人还是很少 有些人自己认为 啊 我是快乐主义者 我是乐观主义者 我都是平时很开心的 说是这样说的 但是实际上 只要在娑婆世界的话 恐怕乐观主义的人 不一定是非常多的 这一点是我们自身的感受 也是可以感觉得到 今天我心情还可以 不到过一会儿的时候 或者听到什么声音 或者看见什么不悦意的东西 或者身体突然就生病了 今天早上我觉得心情好一点 马上就变成了另一种状态了 就像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天空当中是万里无语 觉得晴天都是 永远不会下雨的 过一会儿的时候 开始闪电 大雷 无语弥补 那整个虚空的景象 完全都已经变完了一样 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当中 还是有许多多的烦恼和痛苦 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功德 应该去进行思维 佛有见比菩提守无故 佛善众人 何等为善 一则是随身人 第二则是随身人 第三则是无身法人 此劫无量寿佛 本愿为僧 先所加积 往修净虑 往修净虑 无比喻过 无缺间过 善修习过 善舍受过 善成就过 那么下面讲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 见到菩提守的时候 能获得了三种安忍 什么是三种安忍呢 其实我们前面也已经讲得过 讲四十八元的时候 第一种安忍叫随身人 因为我们在世间当中 经常有时候听到 般若空性的声音 般若空性的法门 或者说我们因果不虚 或者说极乐世界的种种功德的时候 心里面没办法忍受 觉得产生怀疑 或者有点害怕 接受不了 或者说心里面总是觉得 并不是特别好受 这种感觉 但是到了极乐世界 看到了菩提守以后 那么心里面这些 接受不了的心态全部都是没有的 随身人听到什么声音的话 那么你马上容易接受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尤其是听闻佛法的一个人来讲 不管是任何一个善知识 他所讲的这些法 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福报原因 什么都可以接受 凡是善法方面 他就马上相信 马上容易接受 而有些人他就接受不了 听到善法方面 这个地方起邪见 那个地方生怀疑 在那个地方觉得 好像心里很痛苦 不满的态度 而一讲到一些 比如说恶知识讲一些恶法方面 他所有都能接受 所以他是恶气 为什么我们说是善法气和恶气 恶气的话 就是恶劣的这些东西 他全部都是有能力承受 而这个善的东西 他马上就漏掉了 没有了 到了极乐世界 他能完全接受 所有善法功德方面的生意 完全可以接受 第二个叫随随人 随随人的话 每个众生的根机不同 世间的真理也有神的 也有钱的 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也有比较复杂的 各种各样的 但是你得了这种人的时候 随随什么样 只要是真理不相畏 他都能接受的 那么这个叫做随随人 无随人的话 一切诸法本来的实相 实际上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唱不断等等 这样远离四边八息的 真正的正如实相 那这样的正如实相 它完全都是可以接受 我们有时候不生不灭 心里很难接受 尤其是凡夫人 刚开始讲一些空性的甚深道理 或者是密法的甚深道理 他就接受不了 所以这叫做无生法人 所以他们马上就能获得 这三种人 为什么他们都能获得 我们娑婆世界的人 不能获得呢 因为一个是无量受佛 阿弥陀佛在那么长的时间当中 去进行发愿 一个是他的发愿力 还有阿弥陀佛微妙的威生力 他的这种不可思议的 身边功德力 还有佛陀往昔的 或者自己往昔的 但这个地方 可能有两方面来可以解释吧 或者说佛陀的加持力 佛陀往昔所修行的功德力 精于他修行的功德力 那么这个功德力 也是下面进一步地开始论证 这些功德在世间当中 是无一论比的缘故 阿弥陀佛的发愿 和不可思议的功德 在世间的任何一个理念 没办法比得 还有他的功德和发愿力 无有缺间的 非常圆满的 他经过五个大劫当中进行思维 然后开始进行发愿 没有任何的缺陷 非常圆满的 因为他这里 完全是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圆容无缺的 没有任何的缺陷 我们世间人考虑一个问题 可能到最后的时候 觉得有很多考虑不主导的地方 但是不是这样的 还有长期的善巧修行 这么长的多生累劫当中 善巧修行的缘究 长期的 传习的缘故 还有他当时发行的时候 也是摄受我们各个世界的 无量 无边的 做事众生的缘故 然后还有最后善成就 能善妙成就 上面所发的一切缘 让我们众生 谁能接触到的话 见到菩提所 见到菩提所以后 一切的缘 全部会如愿一场的 以这样特别殊胜的 因缘具足的缘故 见到菩提所以后 三种人可以获得 当然现在娑婆世界的人 完全像极乐世界的清净众生一样 全部能获得是有点困难的 但是我们接受佛法的人 一定要得到 比较相似的一些安忍 这一定很好的 比如说我们看佛经论典 或者听到哪一个 上师法师的讲经说法的时候 马上对他进行诽谤 不愿意接受 如果这样的话 第一个人没有得到的 本来你所接受的真理 实际上完全符合世间规律的 可是你自己的分别往前所作怪 一直不接受这种真理 第二种人没有得到的 当我们遇到了 无论是显宗还是密宗里面 特别高僧莫测的一些法药的时候 你就对他一直产生 各种妄念分别心 以自己恶劣的心来进行揣度 最后把它抛弃 那这种心态说明 没有获得第三种人的 因此我们在自己 接受佛法的时候 尽量随顺高僧大德的 金刚语的声音 尽量随顺声音当中 一切空性的 世俗当中 念因果 前世后世 无其存在的道理 这样后两种人 已经获得了 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应该可以这样 生起一种与真理相同的心吧 那么下面说 然后佛陀又告诉阿难尊者 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话 按理来讲 我们像娑婆世界的《居舍论》当中也讲了 从南赞部族印度中央的地方 往北方去有三座黑山 那么等等 世间当中有很多高地不平的 像世间的一些黑山 得色山 还有铁尾山 我们这个周围 须弥山 在后面还有七大海洋 还有大铁尾山等等 中间有一些小的铁尾山 外面有大的铁尾山 还有妙盖山 须弥山等等这些的 但极乐世界没有这些 极乐世界全部都是没有各种各样的山 也没有大海 没有凹凸不平的各种山脉 全部都是就像我们这个树上一样 非常平坦 那么这也是 我们众生的心是高地不平的 就是有骄傲心 有嫉妒心 有些有脆弱心 有些人特别傲慢 走路的时候都是傲慢如须弥山那么高 有些人特别低落 走路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以外 再也没有可怜的人 然后特别的 心态很脆弱的 这样的原因 我们高的山太高了 地的平原 地缘也太低了 整个世界全部 还有我们有各种心态 粗糙的一些原因 什么杀死 经济 许多许许多多 粗糙不平的外面的世界 极乐世界全是七宝制成的 这也是我们说 心境国土境 心著国土著 每个人的心其实对这个世界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包括我们现在在地球上 即个别的一些众生 国家的一些地盘 跟西方国家的人的 生活方式和地盘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你到了个别的国家的时候 哦 众生的心态也是比较平静的 然后在这里的环境 也如此如此的优美 然后又到了个别地方的时候 也有不同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极乐世界 没有这些山 那么这个时候 阿难尊者开始产生一个怀疑 他自己说 他没有产生怀疑 但是表面上看来 他开始对佛陀发问 阿难尊者问佛陀 师尊啊 你刚才说没有须弥山 没有铁月山等等 那这样的话 须弥山的山中央有四大天王 然后这个山顶上有三十三点 按照我们娑婆世界的 整个世界观来看的话是这样的 那既然没有 须弥山和铁月山等等这样的话 那么在极乐世界 它毕竟是一个世界 那里也有很多的天 人 我们经常说的人天众生 那这些天人 到底依靠什么而住的 这些天人没有须弥山的话 就依靠什么而住的 问了这个问题 佛陀我们隐名当中有一种叫做 同等理来破他的观点就是说 你是怎么想的 阿娜娜 你今天怎么了 你今天是怎么想的 突然问出这种问题 是不是你那个 阿娜娜 你是怎么想的 你想妙高山上面 我们世间当中 这个也道理很简单的 须弥山上面还有愚界的天 愚界天当中还有部分的 像礼正天 还有塔花自在天等等 这些天界 那么上面 妙高山本来上面有夜魔天 还有一直到塔花自在天 雨天的这些 一步一步都在上面 然后雨天过了以后 第一参天 第二参天 第三参天 第四参天 第一参天的最上面 应该摄九经天 这是摄法十七个摄戒天 当中最高的 那么这些都是 我们世间的身体一样的 有摄身的 因为摄戒天 无摄戒才没有摄身的 又无摄身的 那么这些天人 依靠何而住的 因为他们也是 须弥山没有的 须弥山只有三十三天以下 那么这以上是 没有其他的所处 那他们是依靠什么而住的 这个时候阿难尊者 有点明白了 阿难拜佛言世尊 不可思议业力所致 原来我们在辩论的时候 有一个法师 他经常辩论的时候 自己辩书的时候 他就经常说 哇 这是不可思议 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 这是不可思议啊 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 然后怎么样给他 用因明来破斥的时候 他就 啊 这些都我不会的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以阿难尊者对佛陀说 这是不可思议 因为这些天人 为什么在虚空当中 这样居住这么多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 实际上确实是 每个众生的业力都是不相同的 业力都不相同 我都有时候想 比如说我的床前有一颗树 晚上在灯火下面看 有好多小鸟雀在树枝上 我看起来好像 他们也睡得特别像 但是如果我们人在树枝上 这样睡觉的话 突然掉在地上 可是这些了解的话 它看起来睡得也是真正特别像 我这边是中间割的一个玻璃 我就详细地去看 有时候照电筒 照到他的眼睛 他眼睛闭得不闭 一直这样看着 但是他的手一直在手指上 抓得很近的 怎么样也是 它不会掉下去 到第二天的时候 他也照样醒过来 他醒过来的时候就看一看 开始念百字明等等 我觉得他有时候比我早 叫的叫 再叫的话 可能念百字明 那这样的话 我们人做不到的 他能做得到 那天人也是这样的 本来是须弥善也没有 在这个虚空当中 长期这样存在的话 为什么呢 阿兰说的也是对的 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 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佛陀以梵文的方式也是说 佛语能不思议 如可知也 那么这个不可思议的道理 你能知道吗 不可思议的道理 其实好像在威仪里面比较简单一点 藏文的翻译和康生开的译本当中 你们方便的时候 希望还是要参考一下 因为每一个净土法本 都后面给大家有一个唯一的法本 所以我看有个别的 好一直没有翻译 应该有些是互相参考的 比如说我们昨天有个别的内容 在今天就可以出现的 有些上下的位置 有点不一定完全是相同的 但有些意义比较相同的 他那个里面都是说了 说业心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 佛的这种怎么说 佛陀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 众生的这种善德 功德也是不可思议 因不可思议的原因 极乐世界实际上有很多天人 但是这些天人 即使须弥善不存在 他们也照样在极乐世界 可以有具足的地方 意思都是这样说的 但在这个译本当中 佛陀告诉阿难 这是不可思议的业力 不可思议的真正道理 你到底懂不懂 你口头上说不可思议 都是简单 你懂不懂不可思议啊 然后阿难尊者说 不懂对不起上师 我还是不懂不业 然后佛高阿难 诸佛即众生善根业力 如可知业 他说佛陀又再三告诉阿难尊者 佛陀不可思议的刹土境界 还有众生善根业力不可思议啊 这些道理你懂不懂 你知不知道 然后阿难尊者大言不也 我也不知道 这个文法稍微这样也可以 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佛陀 梵文的时候你懂不懂 实际上意思就是说 在极乐世界有佛陀的 不可思议的发愿力 现前的世界的形象 在里面的众生 也是有不可思议的一种善根力 啊 善根力 所以有很多的 我们想象的话 真的可以说是不可思议 极乐世界的有些功德 尤其是我们现在 娑婆世界这样的心胸下载 一听到的时候真的 我们遍秘地方的一个 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些大城市的人 给他讲比如说 山海的高楼大厦是什么样的 美国的整个城市前桌是什么样的 他就只能看到 自己的小小的天地 对他来怎么样讲 也是可能讲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人的确也是 有时候讲到如来的不可思议 或者清净刹土的 不可思议功德的时候 是有一种难以接受的 但这也是佛陀在《念佛三摩经》里面 也是讲过 说是 如来不可思议 神通异否然 指定诸功德 皆不可承量 佛陀的智慧也好 禅定也好 等等 这些功德都是我们凡夫人 不可承量 不可能衡量的 的确这样的境界 我们是很难以想象的 尤其是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庄严 完全超过我们娑婆世界的 好像记得在《往生礼战经》里面 也是说了 就是说是 关闭世界相 胜过三界道 极乐世界的世界 实际上是远远超过 我们三界的一切道 究竟如虚空 广大无边界 说极乐世界 完全超出我们智慧的范围 它的广大方面 整个整体像虚空一样 广大无边无界 无边无界 虚空的边 让我们来衡量的话 不要说整个虚空 包括我们所居住的一个高空的边 都没办法量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面 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佛教徒 其实世界上的 尤其是量子力学的很多科学家 他们也是一直研究 一直去探索 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们总觉得说 这是深奥不可扯 深奥不可扯 他们都经常爱说这一句话 有些不管是无知的利益 还是非无知的利益 对他们来讲是具体的陌生 越测越模糊 到了最后的时候 由一种秘密来作结尾 不管是现代也好 古代的很多科学家 只有实行这种原则 所以我们要知道 很多不可思议的道理 阿难尊者说 我不知道这样不可思议的很多道理 就是我不知道 世尊啊 我经于法中 事无所获 未破未来 以往古法斯文 他说 其实佛陀 你应该理解我 我对极乐世界 一点怀疑都是没有 确实没有的 只不过我是对未来的这些众生 破除他们的疑惑 我在这里装着 在你面前问的 我替他们问的 我替未来的众生问的 包括昨天我说 阿弥陀佛是过去的佛 未来的佛 现在的佛 其实我是明白的 他肯定是现在的佛 但是我也是提出这个问题 我昨天还问的 阿弥陀佛现前极乐世界 现在有多少年 其实我也明白 我也是为众生而问的 今天的这个问题 我也是为众生而问的 我根本没有什么衣服啊 我打阿弥陀佛 那个时候他得到 没有阿罗汉果位 还没有吧 前面的阿罗汉当中有没有 阿难尊 没有啊 很多人说是 好了 没有就没有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们提出一些疑问的话 他在古代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疑惑的时候开始问 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 也是自己有一些疑惑的时候 经常在一些场合当中 互相发问 这是很重要的 啊 本身我们对佛陀和佛法 不应该有产生怀疑的 但是有了怀疑的话 你去进行辩论 进行去思维 到了最后的时候 因为它是真正的真理 真理的话 那不怕被别人的辩论所摧毁 好像是《菩提资粮论》当中也是有 说是 佛际诸佛法 不应分别义 佛和佛法 按理来讲 不应该有这个分别 本来佛法不应该对他有怀疑的 尤其是佛和法当中 佛法是最难以对他起信心的 但是你通过一些 提出问题 或者是依靠善知识的教言 或者以自己的智慧来进行破裂 等等种种途径 到了最后你自己相续当中 一定会能生起真正的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佛和佛法 确实是真正的真理 那这种真理 迟早都是被人们发现的 当你真正发现真理的过程当中 包括个人也会遇到很多困难的 遇到很多疑惑的 为什么我们佛教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问题特别特别多了 到了最后的时候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佛法不可思议的道理 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 在这个时候 自己直接修就可以了 我们藏传佛教经常 闻思修行的次第当中 首先是听闻 然后在思维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辩论 思维 发出问题 思维是很难的 一个人要建立一个 正确的信念是很难的 然后完全明白了 遣除一切疑惑的时候 然后到一个寂静的地方 不需要上师 不需要其他的金刚道友 什么都不要 你自己修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疑惑了 但有些人有点颠倒 也没有听 也没有思维 第一步就开始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去修 然后在修的过程当中 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然后去思维 然后思维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思维 再寻找听闻 所以修 思 闻 现在我感觉很多人是这样的 本来是闻思 修 就是这样的 但现在很多佛教徒修 思 闻 先去修 然后去思维 思维的时候遇到问题 实在没办法 又去找一个上师 我在那里闭关了三年 四年 最后出的问题太多了 不行了 我现在还是在你身边 好好的听闻几年 你先修 然后去思维 再去听吧 听就听 下面就是说 他这里说佛陀又告诉阿难尊子 说极乐世界没有大海 因为大海有时候是非常恐怖的 它经常发生海啸 卷起很多人的生命 这样 日本人以前很喜欢大海 现在听说不太喜欢大海 但是有很多的江河 但这种江河 我们世间 可能是称为大海 特别大 但是没有大海的各种 比如说 像大海里面有很多的动物 还有大海的各种一些国患 一些纤维等等 这些都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河牛最狭窄的地方 有十有旬 所以最深 最浅的地方 有十二有旬的 这是最狭窄的 还有些深河 有些光的粮的话 那么粮也是有二十有旬 三十有旬 乃至一百有旬的 这样也是有 那么最深光的地方 乃至一千有旬的 其实极乐世界的这个河 应该说是非常广大 这里的水 具有八种功德的 然后它的整个流动很顺畅的 恒时可以激荡 激牛发出 悦耳微妙的声音 这个相当于是天人发出 百千语气的声音一样的 让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这些众生 都能听到河边的声音 其实河边的声音 有时候都是觉得特别舒服 我们可能世间当中 哗哗哗哗哗的那种声音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都不喜欢 但我特别喜欢到一些河园 晚上睡的时候 河流的声音 一着在耳边不断的话 心里特别的舒服 有这种感觉 然后 有著名花 沿流而下 何逢微动出种种香 据两岸遍 读赞叹朔 修条 密业 交付于河 皆是开花 放昏可爱 放昏可观 群生有了 随意往来 火以舍河 浊流兮兮 赶注天水 三顺无依 对生前汉文 取从人好 他这里讲刚才江河 极乐世界这边有很好的江河 那么江河的两边有很多的名花 很多的花水流而下 还有微风吹动的时候 发出扑鼻的风向 这河的两边有赞叹树 赞叹树应该说是职业茂盛 而且这些职业 交支在河上面 就像我们有些公园和 有些河牛的方便 两边的敞叹树 在上面交支在一起 还有戒的果实 开的花 那这些有时扑鼻 有时光辉整个隐人 让很多人可以到那里玩乐 全身随意都可以玩乐 就像现在世间的一些乐园一样 或者有些人到河边 到河里去游泳 或者沐浴 开始心喜玩乐 他们所感受的 就像天人的世界一样 天人的世界的话 那么这些河流完全是 随顺我们人的心态 完全都是可以说 一种人性化 你怎么样按照你的喜好去 如果你觉得 这个在威仪里面还是有 比如说你在那里的人 如果你觉得这个水不要太浅的话 从你的脚下 或者膝盖那里 或者从腰间 或者一直到你的经部 在这里的话 这个水的水浅 完全都是你想什么 本来我愿意在水很浅的 但是水特别是 就跳下去 差点淹死了 不会这样的 极乐世界 它的温度也是 完全都是按照你的心的 极乐愿闻当中也是有 如果觉得这个水特别烫 它可以出现 当下就可以出现 如果你觉得这个水 一定要清凉的话 完全是你的意乱 但这些都是我们众生可以说 原来也是偏僻的地方 可能我们现在 依靠电器来调食的话 谁都可能想象不了的 但是这也是可以做的 这是我们现在 一定要用一些身体跟它 但有些地方现在 科学比较发达的时候 人的这个人性化 也有外面的 有些完全是适应你的 也有个别的一些 那么同样在极乐世界的话 完全是你怎么样想呢 就是主要这样出现的 然后佛陀说 阿难尊者 大河之下下地有金沙 诸有诸天相 十五能语 水逢三佛 扎水牛粉 天满塔罗花 怎么念呢 那么刚才在河流的河下面 不像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些 什么各种沙粒 还有一些玻璃片 如果广角到那里的时候 把这个礁会弄上的 不会这样的 在那里随着你的意乐 非常的快乐 全是金沙 现在南方的一些海边 虽然不是金沙 但是这种沙 比较适合人们在那里可以游泳等等的 在这里完全全是金沙的 而且到处都是出现天人的 这种非常美妙的香味 世界上没有办法相比较的 依靠微风的吹动的话 这些分享到处都弥漫着整个世界 其实现在的汉地也好 西方的有些花园和乐园 真的也是跟极乐世界的有些设计 完全有点相同一样的 所以我们都有时候想到 尤其是像极乐世界各种庄严的功德 人们应该两千五百年前 其实有这样的花园设计 我们后代的这些设计园 完全是按照它的构造去造作一样 有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觉得在汉地也好 在其他国家 特别好的一些花园 乐园这些 可以说基本上 不管它的树也好 水也好 江河也好 还有旁边的沙石也好 各种起宝的这些支撑 完全都是依靠人们的 特别喜爱的一种显现来设置的 那么这里的沙石也是出现 种种的白莲花 青莲花 还有各种的花朵 这里的乌婆罗花 还有木陀花 但藏文里面都是说白莲花 青莲花 还有木陀花 木陀花现在不敢说 波陀罗花 九朵花 这些都是在江河上面 到处都是 现在有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莲花壶 有些江河的话 各种花在上面也是覆盖着 非常好 也有这样的 大概可能是这样吧 本来我想讲下面的道理 但今天时间应该到了吧 讲到这里 还能看到了1.9000角色 在北高听 ły发开始分标 上地方最后是一个里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